因為我女兒三歲半 快四歲 對 然後那個其實大家知道 三歲半可以幹什麼大事 對 其實在一歲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 我就在訓練我女兒 就是用馬桶 便便 用馬桶便便 那那時候其實也滿順利 因為如果有生活小孩 大概知道一歲多兩歲 就差不多 小朋友就差不多要學 在馬桶上面便便 會比較方便 可是因為我們家自己 我是用那個免治馬桶 就是那個 對 我們的那種電動的 全電動智慧馬桶 然後他有兩次被嚇到 就是因為小朋友用馬桶 不是要有一個蓋子 是他自己用套上去對不對 對 第一次呢 因為小朋友的這個便便 很像一個三角形的一個飯糰 然後他拉半天之後 我在旁邊說加油 加油 加油 然後掉下去的時候 那個水的反彈刺到他的屁股 然後他就大哭一陣之後 就是第一次陰影 然後那一次我就隔了 大概兩三個月好言相勸 跟他說其實那不是啦 馬桶是我們的好朋友 你看人類的生活都是要靠他 然後後來才敢嘗試第二次 好 那然後他就是 就是他哀哀的嘛 然後就拿那個去把它蓋上去 結果好死不死呢 那個自動馬桶 感應了 他感應到的那一個東西 他以為是有人 然後他就是 開始沖水 他又要擦開沖水 沖水的時候 他就很緊張說爸爸怎麼有水 一拿起來 然後那個水 噴到他的臉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那個水噴出去 是可以噴到快一層樓這麼高 真的假的 噴出我那廁所外面 問我什麼事情 那個水這樣還不停 你知道嗎 一直趕快想說屁股沒沖乾淨 然後我女兒就整個嚇到 又快就收驚了 你知道嗎 然後又往後退 我女兒就是一直對那個馬桶 對馬桶現在意義很大 超級 他經過都這樣 看一下... 連靠近都不肯 好 前一也恭喜 你今年完成一個夢想 開餐酒館喔 對 沒錯 今年終於就是 把餐酒館也開起來了 對 因為餐酒館 其實我們找了很久 大概半年多的時間 一直在找那個地點 因為疫情過後嘛 好險疫情的時候沒有開 不然現在就是close 但是疫情過後我們就開始 因為這個夢其實在心裡面 一直想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一直想開餐酒館 因為以前自己待得很晚說 老闆我們要打烊 然後就被趕走了 自己開一千重 有一家店永遠不會被趕的 對 定位永遠都定得到 對不對 不想站著也可以 對... 可是發現很難定位 老闆都還沒醒 除了說在開餐酒館 可以大家哥們聚會的時候 還有一個重點是可以服務地方媽媽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很多的客戶 都是生完小孩嘛 那我跟你講 生完小孩的女生呢 其實他們需要抒發壓力 他們是需要喝酒的 很多媽媽 但是晚上呢 那帶著小孩 公公婆婆 老公你去哪裡喝啊 你不可能在家裡喝啊 那下午呢 他們想要有一個可以安靜 可以喝酒 跟姐妹相聚的時候 地方媽媽下午喝酒 晚上最... 我跟你講 違反為什麼去服務老公 小孩變衛生氣 他們的行程 我跟妳報告一下 早上送小朋友去上課 那早上可能處理掉一些 比如說老公什麼銀行什麼事情 那過了中午之後 就會約姐妹 約完之後下午就有個地方 然後喝喝喝到三點鐘 差不多開始要醒酒了 醒完之後四點接小孩 剛剛好 對不對 前面的媽媽是 這樣子啊 那我跟你講 所以媽媽十道都是約在醒酒 真的... 有些臉紅紅不是害羞 是因為她剛喝完 還在醒... 對 我跟你講 這可以解決很多婚姻問題 因為一旦媽媽有了抒發之後 回家跟老公就會和睦相處 小孩也開心 所以那是婚姻治療所的概念 對... 我們光裝潢就花了大概一千多萬 還有公平還有其他的東西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照片 那你看我們在設計上面 這裏設計的 對 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最近才差不多要完工而已 這個我有一個很特殊的想法 是說我希望我們上面的這個招牌 這是我們一樓要上去的 那是誰生日呢 或者誰訂場 我可以在上面寫出她的英文名字 它來的時候就有冰至乳龜的感覺 這個可以滿好的 像我最近我好朋友那個玉琳哥 然後我們這邊辦生日 我們就威廉審就會寫上去 就會有一種冰至乳龜 那裡面呢 我還做了一個特殊的設計 這個是我們霸台的下面 這個在台灣應該是 它是透明的嗎 你看... 很像鏡面 因為瑞爾應該常跑霸啦 應該去過那個溝 但是他應該沒有看過 這個我們是用這個 那種金屬網 然後鍍太之後 後面再墊這個茶玻璃 然後去做出來 而且還有弧形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 一點小小的形式 想要把這東西做出來 然後打燈之後非常非常漂亮 很有設計感 對 然後這個是霸台 在施工的時候 然後裡面我們也會有一些 包廂的一些地方的位置 讓你看媽媽在裡面多開心 婚姻多麼的幸福 好幸福 對 可以回到少女時代 喝酒的快樂 在裡面待多久 就是婚姻壓力有多大 後來呢 我們... 對耶 可以 我們為媽媽敞開 然後我們還比較特別的 我們會有一個這個秀霸 就是譬如說你的生日 或者朋友喜歡調酒 你可以自己來 主爸是我們在處理 那秀霸我們會幫你調好 你就在這邊自己Shuck一下 然後可以把酒調出來 可以拍照啦 然後甚至這些東西 都很好玩 就可以打卡的那一碗 就是跟客人有一些互動 那當然如果說 你有一些會議或老闆來 我們也有個別的包廂 旁邊還做了一些流水燈 因為我們其實股東 也有這個財經界的朋友 然後這個流水燈 它這個是會動的 那我說你看 像不像股票一直往上 大家都很開心 對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一個小小的夢想 今天終於把它完成掉了 特別地方媽媽另有優惠 對 地方媽媽個人下去服務 好不好 對 動過去 除了開店大事之外 你女兒也做了一件 讓你很感動的事情 對啦 這個忽然就 從店講到女兒 不好意思 女兒 我要講述你的隱私來了 然後因為我女兒三歲半 快四歲 對 然後那個其實大家知道 三歲半可以幹什麼大事 對 其實在一歲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 我就在訓練我女兒 就是用馬桶 用便便 用馬桶便便 那那時候其實也滿順利 因為如果有生活小孩 大概知道一歲多兩歲 就差不多 小朋友就差不多要學 在馬桶上面便便 會比較方便 可是因為我們家自己 我是用那個免刺馬桶 就是那個 對 我們的那種電動的 全電動智慧馬桶 然後他有兩次被嚇到 就是因為小朋友用馬桶 不是要有一個蓋子 是他自己用 套上去對不對 對 第一次呢 因為小朋友的這個便便 很像一個三角形的飯糰 然後他拉半天之後 我在旁邊說加油... 然後掉下去的時候 那個水的反彈刺到他的屁股 然後他就大哭一陣之後 就是第一次陰影 然後那一次呢 我就隔了大概兩三個月 好言相勸跟他說 其實那不是啦 馬桶是我們的好朋友 你看人類的生活都是要靠他 然後後來他才敢嘗試 第二次 好 那然後他就是 就是他哀哀的嘛 然後就拿那個去把它蓋上去 結果好死不死呢 那個自動馬桶 感應了 他感應到 那一個東西 他以為是有人 然後他就是開始沖水 他又要開始沖水 沖水的時候 他就很緊張說 爸爸怎麼有水 一拿起來 然後那個水 噴到他的臉 我第一次知道 原來那個水噴出去 是可以噴到快一層樓這麼高 你真的假的 噴出我那廁所外面 我問我什麼事情 那個水這樣 就還不停 你知道嗎 一直趕快想說 屁股沒沖乾淨 一直傻 然後我女兒就整個 嚇到你知道 又快就收筋了 你知道嗎 然後又往後退 我女兒就是一直對那個馬桶 對馬桶現在意義很大 超級 他經過都這樣 看一下... 連靠近都不肯 不想靠近而已 對 他那時候是一歲一歲半 你看到這邊已經一年多兩年 然後他後來是怎麼大便 他都是套著這個尿布 尿布之後蹲著也就算 他是都站著 而且會站在一個角落 比如說我今天要出門 真的會這樣 要上課了 要出門 然後站在一個最陰森的角落 然後連三條線 對 他打 然後我靠近他 然後移到旁邊去 然後就在大便 一大就給我大快半個小時 因為站得不好大 我自己嘗試過一次 發現真的很 你有還未來的嬰兒嘗試嗎 我想說女兒站得大 我站得怎麼大 不可能 而且他打出來是那種固定的形狀 是很像那個三角飯糰 拿出來是一顆的 然後他就持續了這個行為 就是很久很久很久 我就心裡面一直求說 拜託 怎麼離開陰森的角落 我本來已經跟我老婆講好說 不然我把馬桶拆了 我來換一個 然後後來好險是 我老婆想出了一個絕妙計策 他就把他那個 那個警察車的那個貼紙 就貼在那個按鈕上面 把它貼滿 他說你看 警察叔叔已經把它處理好了 他不會再噴水了 對 然後我再用食物利用 我說你要不要吃那個 來 上一下 用玩具 後來我女兒終於 我在旁邊聽到那一聲清脆的 水聲 對 好舒服 終於 太開心了 真的很開心 現在都可以上馬桶去大便了 對 我真的就心裡面真的 了了一樁好大的心事 我可能要素材 他可能就是 真的 我剩下尿布馬上把它賣了 送給鄰居小孩都好 對 太棒了 公宿比美終於可以 開心方便了 現在跟我一樣的父母 我這個遭遇你不要灰心 你不要灰心 持續努力 總有一天一定可以 站著是不能大便的 好棒 愛上馬桶了 好 你另外一個身分是車評 但是很奇怪 你二零二三年紀 你把很多寶貝車車賣掉了 對 為什麼 因為本來呢 其實因為我是斜槓 也是車評 那我自己也喜歡收藏車 所以我其實有租一個倉庫 在那個外縣市倉庫 然後裡面就是塞我的車 我的露營車 敞篷的 或什麼之類都塞很多 我一些我喜歡的車 然後都留在裡面 重機通通都在裡面 可是呢 因為每一次收到那個稅單 都躲不掉 那個攪那個燃料 所以老婆就會像布克牌 這樣 你看 而且每一年都還留下來 留下來的時候 你看我們就可以去歐洲了 你看環遊世界都行 然後你那個車要幹嘛 然後還有維修單 你幫我收起來 扭不開這樣 對 扭不開 你要幹嘛 都是灰 我有空我去把它擦一擦 洗一洗 弄這樣子 然後就是因為 女兒也是生出來了 接下來餐酒館要籌錢 所以就是慢慢的 先把多餘的 就把那個 把不需要的賣掉 對 就把他讓給心愛 喜歡他的一些朋友 就一台一台 好痛啦 對 真的 我每一台走的時候 我都眼泛淚光 喚送他說再見 再見 你一定要好好的過下去 接下來 我定期還會關注一下 他的那個FB 看一下說那車還好吧 有得有捨很棒 楊青哥你怎麼看他身為 男人跟爸爸 他的心情 我覺得人生前半輩子 我們都在 一直在撿東西 擴張自己的資源 擴張自己的領土 可是到了 特別是有親人 或者是特別是有孩子 我覺得有下一代 會非常非常的 真的 你很多東西 就會因為你所愛的人 你願意就是說 好 我們就犧牲掉 沒關係 其實沒什麼關係 慢慢你會發現 這些都是身外之物 但是人跟人 特別是自己的親人 那種關係 才是最真實的 對 真的 以前我在車上 都不能吃東西的 我們愛吃 不能吃東西 現在拿全家套餐 麵 肉肉飯 我還撞到桌子 我滿完全行都吃了 是不是 突然變得一點都不酷 對啊 零食噴出來 我都面不改色 沒關係 沒關係 這個是真的愛 對 真的 真的愛就是 你所愛的人的需要 你天天在想 然後你就是願意滿足他們 所以我的車子張得怎麼關係 我的女兒快樂最重要 行就好了吧 真的 就是做爸爸的 就不一樣的地方 真的 我覺得你今年賺很大 真愛積在家庭裡面 無形的資產 無形的保障 很棒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准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